天主,祢是我们的护佑,求祢卷护祢的守护者,因为在祢的殿圈一日,愿圣祂处千日。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祢们同在,天与祢的心灵同在,大家平安,圣父平安。 在今天的读经义,我们将听另外一个是被派遣去为以色列人打仗的,是伊福达。 伊福达,他看到有阿蒙人,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敌人,他就向天主祈求,要给他力量去打,去与阿蒙人交战。 那他也许愿,如果他战胜阿蒙人,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谁第一位来迎接他,他就把他奉献给天主。 结果他真的是打上了,打了圣战。 回来的时候,是谁来迎接他呢?是他自己的女儿。 那因为他已经许愿了,到最后他真的是把他的女儿奉献给天主。 那天主也没有拒绝,也没有说,那我知道你有这样的心愿,你就不要奉献你的女儿。 但是到最后,是真的是被奉献的。 以我们人来看的话,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天主也应该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安排,我们人无法去了解的。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圈人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时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为所爱的人准备了奇妙的征服。 求你将圣爱之火庆祝我们心中。 使我们爱你在万有之上,以获得圆圣我们所向往的恩许。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供读明长记。 那时候上主的神降在伊弗达身上 他就走遍基勒阿德和莫纳邪 来到基勒阿德的米兹帕 又从基勒阿德的米兹帕到了阿梦人那里 伊弗达向上主许愿说 如果你把阿梦人交在我手中 当我从阿梦人那里战胜回来时 第一个从我家门出来欢迎我的 就应归于上主 我要把他作为全凡计献上 于是伊弗达到阿梦人那里 与他们交战 上主把他们交在他手中 他从阿勒厄尔击杀他们 直到米尼特 远至阿贝尔格纳明 共二十座城 那是一场大追击 阿梦人便屈服在以色列人手下 伊弗达回到米兹帕自己的家时 他的女儿几股跳舞出来迎接他 他是伊弗达的独生女 除他之外没有别的子女 伊弗达看见了他 他就撕破衣服说 我的女儿啊 你带给我苦恼 太使我难过了 因为我对上主许过愿 不能收回了 他回答说 父亲 你既然对上主许过愿 就照你所许的愿 对待我吧 因为上主已经在仇敌阿梦人身上 为你报了仇 他又对父亲说 请你允许我一件事 准我离开家两个月 让我和同伴到山上去 哀哭我的童真 他答应说 你去吧 就让他离去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和同伴到山上去了 哀哭自己的童真 两个月以后 他回到父亲那里 父亲就在他身上 还了所许的愿 他死的时候还是处女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我已来到 我要承行你的旨意 上主 我已来到 我要承行你的旨意 全心依靠上主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 多么幸福 他不羡慕傲慢 也不偏袒欺诈之徒 上主 我已来到 我要承行你的旨意 牺牲和素计 都非你所许 全凡计和赎罪计 也非你所要 你却要我承手 你却要我承手 承耳 于是我说 请看 我已来到 上主 我已来到 我要承行你的旨意 书军上 已为我记载 我的天主 我乐意奉行 你的旨意 我常念念不忘 你的法律 上主 我已来到 我要承行你的旨意 我在圣会中 宣扬了你的正义 我没有监口不语 上主 你已知悉 上主 我已来到 我要承行你的旨意 祂 пять就 三主 三主 四主 Alleluia 할렐루 四主 Hallelu x 大 为 嘿 四主 四主 三主 宣扬 六主 四主 今天,你们不要再心硬,要听从上主的声音。 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为你们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风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又用比喻, 对实际长和民间长老说, 天国好比一个国王, 为儿子拜设魂宴。 他派仆人去叫被勤的人来赴宴, 他们却不愿意来。 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 说,你们对被勤的人说, 我已经预备好了圣宴。 公牛和肥墟都摘了, 一切都击备了, 请来参加魂宴吧。 他们却不理睬, 便走了。 有的更甜, 有的做生意去了。 其余的抓住仆人, 领入之后, 杀死了他们。 国王大怒, 就派军队去, 敲灭了那些凶手, 粉烧了他们的城市, 然后对仆人说, 魂宴已经击备了, 当时被勤的人都不配享受, 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 凡是你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魂宴。 那些仆人就到大陆上去, 把所遇到的无论坏人、 好人都召集了来魂宴上, 就坐满了客人。 国王进来宣誓坐席的人, 看见那里有一个人, 没有穿魂宴的礼服, 便对他说, 朋友, 你没有穿魂宴礼服, 怎么就到这里来呢? 那人默默无语, 国王就对仆仪说, 你们把他的手脚帮起来, 丢到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里他要哀嚎和切齿, 因为被招勤的人多, 被选上的人少。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先父平安。 刚才我们说读的读经, 主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如果我们要默想的, 里面的主题我们可以选, 是特别多。 那今天我们要默想的, 就是在后面, 就是说耶稣这个国王, 他派遣他的仆人, 那仆人去邀请了这些人, 他们都拒绝了, 有的被杀了, 国王就派遣他们的军队, 来毁灭他们的城市, 把这些人杀死了, 毁灭他们的城市, 以后邀请了这些好人, 坏人通通都要来, 那他们是被邀请, 有的来了, 他们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被邀请嘛, 所以他们可能是没有先准备好, 被邀请说, 现在要到我的主人, 那里去参加这个婚宴, 他们可能就去了, 有的传好礼服, 但是其中的一个, 他没有传好婚宴的礼服, 那主人就来的, 就是你为什么没有传好礼服就来的, 那我们说错在哪里, 是不是因为这些仆人来逼迫了这些人, 你们马上要来不用换衣服, 什么的, 但是看起来也应该没有, 因为很多很多就是在场的, 他们都传好礼服,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没有传好礼服, 那这个是怎么样的, 他真的是这么的穷, 没有其他的衣服可以穿的, 或许他根本是不理睬, 他就这样的就来了, 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被邀请要参加天主的婚宴, 我们也要传好礼服, 传好礼服, 有一个小故事, 那这个故事是真的发生的, 是在俄罗斯, 俄罗斯的大概在15世纪, 有一个国王, 那这个国王呢, 他有一个名字, 因为名字叫做, 中文的不晓得是用什么翻译, 那这个国王呢, 他是以铁手来通知他的王国, 他有几个太太, 他也是一样的, 非常的凶狠的去对待他的, 他自己的太太, 对他的人民更不要说了, 他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是因为他要继承这个王位, 他也把他杀掉了, 把他杀掉, 这个非常的凶狠的一个国王, 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想到黑罗德, 黑罗德就是这样的做, 那他这样做, 为什么他就杀掉他的第一个儿子呢,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儿子, 有可能做一个计划, 把他杀掉, 来把这个王位, 就是要很快的就来做这个的位置, 所以他先把这个儿子杀掉, 那他要死的时候, 那怎么样, 他就开始想, 我要死了, 我要到天堂那里, 我充满着这个罪恶, 那要怎么办, 我进去的时候, 天主一定会认得我, 会知道我这样的我, 那我应该做一些事情, 就是来骗天主, 他想要做一些事情来骗天主, 那他做了什么呢, 他生病快要死的时候, 他先把他的头发要提掉, 提得光光, 提光光, 以后呢, 他也要求, 要要求, 把他住身为一个神父, 对, 住身为神父, 他死了的时候, 就传了, 就是这样的衣服, 放在棺木里面, 以后呢, 因为他自己想, 是这样的, 他要到天堂的时候, 天主应该不认得, 他以前的样子, 这样的天主, 他就会骗天主, 所以, 他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他这样的事, 就是他自己的动机, 来骗天主, 他应该是,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五知, 他不知道天主是全能的天主, 是全知的天主, 天主是无法去骗的, 他也不知道, 天主所要的, 我们要穿的衣服, 不是这样的衣服, 外在的衣服, 我们要穿上的是什么衣服, 是基督, 我们要穿上基督, 那如果我们穿上基督, 保证, 我们可以参加在天上这个婚宴, 所以在今天, 耶稣看到有人, 没有穿好礼服, 他就自骂了他, 这个是说, 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现在短暂的时间, 在城市, 那个城市短暂的时间, 要准备好我们自己, 要穿上基督过我们的生活, 那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有一个保证, 我们将来, 我们到天堂, 我们不需要骗人, 我们已经有基督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可以, 好好的, 正大光明的, 进入天国,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练习,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祝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笑爱,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生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深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深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实义,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析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主于我们, 及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校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信仰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叹谢天主, 叹谢天主, 祈祷的眼睛同我一起看, 祈祷的耳朵同我一起听, 祈祷的嘴巴同我一起唱, 祈祷的手, 祈祷的手, 祈祷同我一起唱, 祈祷的手, 祈祷的手, 祈祷神, 感谢观看